刚才咱们演示了一个风筑 先画杆再画叶子 咱们这次先画叶子再补杆 有方法再练习 先布叶子实际上逼先画杆再画叶 稍微有一定难度 为什么因为在画的时候叶子的穿插布局 非常重要 首先咱们在画之前 你自己在这个纸上 先对咱们画这幅画 有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分配 比如说我仍然是从这个地方出来到这个地方 咱们仍然是一组一组画 注意在画这个风筑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风刮这个叶子的动势表现出来 这一组叶子里边注意都是浓淡的一种配合 把这一组移向上这样 把这一组移向上这样 然后 这是一组 然后在这个地方再画 注意咱们在画的时候不要画得太满 注意咱们在画的时候不要画得太满 后期的时候进行收拾 画得太满的话 后期收拾的时候就不好把握了 这个地方再画一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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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际上这个竹叶在画的时候都是第一季而成,哪里需要,想哪里补 咱们在这个时候画的时候,这是各界分的 技法在整个画里运用的时候,基本上用不上 因为这个东西呢,主要是你经常地,反复地进行练习的时候 就把这些分各界,已经完全灵活地运用到自己的手上 好,基本上这个叶子,先画到这儿,下面开始出枝 这次在出枝的时候,我可以稍微弄一点 从这地方再上一个 再穿插一个 穿插的时候 可以,这个小一点的汁 这样 好,我在弗好 这是,我偷吃 等一下,我看 我会偷看 我会偷看 相当来 看到 跪下 。 О, 然后再不吃 不厉害 这个地方不需要太多 点到就吃 这个地方